很抱歉不行 為什麼?因為他不會把這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 如果你要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的話 記得在後面加個空白 加一個反斜線 空白加反斜線 在這裡上面跟下面一行才會是同一行 否則的話程式會發生錯誤 這個跟VBA裡面有一點點像 VBA的話是空白加上底線 OK 這個概念都一樣 只是說規則不太一樣 在Python是空白加反斜線 那他就會把上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 這個是基本規則 以後如果你遇到 程式特別冗長的時候 那記得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換行 不然的話有時候向右向左向右向左 你光看程式你就覺得很頭痛 所以慢慢 把一些細節 了解 我覺得 學程式真的不能急躁 而且要能夠把每個細節真的都抓到 你不能說 有些你好像知道 有些你好像不知道 這樣子的話 你程式一執行就會一堆的錯誤發生 那 所以你要把 如果你不希望你程式執行會有錯誤的話 就是每個細節你都能夠掌握 那我想你程式怎麼執行都不會有錯 如果你可以研究到怎麼去寫程式都不會有錯 你會感覺很有成就感 其實我目前 好像大部分都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run程式run很愉快 是因為我run都還蠻正確的 可是問題是 好像 換到同學那一邊呢 有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那為什麼一看 大部分都是一些 小細節 真的沒有注意到 像什麼 一個刮斧啦 一個銀 一個什麼雙銀 比如這邊有雙銀後後面就少一個 因為 自串一定是一對的 一串 指的就一對 所以有錢一定有後 有錢一定有後 可是有同學有錢沒有後 或者有後沒有錢 那這個程式能跑嗎 絕對不能跑 OK 所以這個 注意一下細節 還有什麼 這個鬥中間一定加鬥點 後面一定有個結束 反正有前面的 那個中刮鬍 就有後面的 中刮鬍 這個中刮鬍裡面的東西呢 就是一個 所謂的串列 那英文名稱叫list 他會幫我把它放在記憶體裡面 所以特別是 他的編號一定從零開始 零 所以我如果要指到 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可以用month stream 然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中刮鬍 中刮鬍0的話 那他就會指向哪裡 就把這個資料帶出來 如果中刮鬍1的話呢 就抓這個 中刮鬍2的話呢 那就抓這個 中刮鬍11的話呢 那就抓到這個 所以呢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 如果你要抓裡面的某一個資料 就是 這個變數名稱 叫month stream 中刮鬍裡面給數字 0 0就表示這個 11就這個啦 OK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往後 有蠻多地方會用到串列 因為我們資料很多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串列 那這個應用的話呢 尤其像從網路上撈資料啦 因為網路上撈資料 一定是一串的 你不可能只有撈一個資料 你要撈一堆資料 像我們書裡面有那個樂透彩 樂透彩的資料不是有 至少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碼 那你就變成把這個7個號碼先放在串列裡面 再把資料 一個一個 輸出嘛 看你要輸出到哪裡 一般是輸出到畫面 那在另外你也可以把它跟資料庫連結 因為其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在 後面的章節 已經把那個 就是 關於那個什麼 什麼 開放資料 網路資料 有沒有 這邊如果跟資料庫做連接 這邊也都有啦 不過 我想這個後面再來看 我發現有些同學 就還蠻積極的 已經都看到 已經都看到後面 已經開始練習了 所以 沒關係 你就按部就班 慢慢 視自己的情況而定 因為要把城市學好 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那所以 像Python的工程師 培養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會發現 可能業界需要很多的排塵工程 但真的找不到人 為什麼 因為 你要把 這個技術養成 真的他的時間很拉的很長 而且中間放棄的也非常多了 真的能用的剩下剩下沒幾個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有新啦 那當然目前 像 昨天上課 在那個清大推廣部那邊上課 那學生說 他說那個他是做HR 他說那個Python年薪都兩百萬起跳 而且不需要經驗 OK 所以如果 可以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不過前提那個Python的工程師前提是 要會的啦 而且最好是有經驗 要有作品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累積什麼 把這些全部包一包 以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 而且國外的年薪可能更高 因為在台灣對軟體工程其實相對的是忽視啦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還做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我有資料了 可是第二個我需要什麼邏輯呢 因為我需要 就是當我 跑的這個城市的時候 那我會希望這是幾月 有沒有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 所以你要腦袋裡面要浮現一個 我有1到12月的這個資料了 再來的話我需要亂數去抓一個 去考 考誰呢 考學生嘛 啊跳出一個什麼 問題為 所以你將來可能就是要有個概念 這個是一個自串 問題為 有沒有 然後中間呢 你就要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亂數抓出來 放進來的一個資料 然後呢 在測試幾月呢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拆成 三個部分 前面嘛 串一個變數 再一個 輸出 然後呢你就讓他輸入嘛 對不對 輸入完之後如果正確 那就告訴他正確 如果輸入不正確 那就跳出不正確 OK 那有的時候啊 其實就是類似像 比如說 證照考試也是一樣 他就給你一個題目 或者甚至你去面試 假如你要考那個 Python工作 他一個題目給你 你現場做 如果現場做OK 你再到下一階段 先實做上機 第二階段才有面試的機會 OK 你幫我把這道題做 OK 然後 當然他會給你時間啦 那你現場做 啪啪啪 三分鐘做完了 好 直接跳到下一關 對不對 不過有時候如果你有作品啦 有時候甚至都是 推薦的 因為有有的時候像 我之前教App課 我甚至把那個App放在那個Play商店 雖然有廣告商寫信用 我要不要合作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你有作品 人家會主動找你 但你要放在 可能網路上讓人家可以找得到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就輸入 假設正確 不正確 我先不正確1月好了 你會不然答錯了 所以如果他輸入一個 錯誤的 那你要比得出來 那如果他比完之後 發現答錯 就是說不對 那他還要繼續丟 所以又一個一樣的題目出來 你看上面跟下面 如果你答對的話 他就跳到什麼 正確 答案 然後呢 就再跳離回圈 所以會跳離回圈呢 基本上是 當什麼呢 當答對的時候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 大家有這個概念 所以未來你們就是你們需要慢慢養成的能力就是 看到這樣的邏輯 要把後面的東西 給寫出來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而且不只要這個能力還要夠快 你不要回去想個三天 再給你答案 那不行啦 人家是要三分鐘就叫你解完的你要三天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可以三分鐘 一亂OK的話 哇那恭喜你 不過這東西其實就是要訓練啦 所以技能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我比你更熟練 而且我可以做到讓你覺得很非常的驚嘆 哇 怎麼可以這麼厲害 對不對 那你這沒有話講了 就是你了 所以有些東西其實 因為我是專長的話 其實說真的 人家是 主動來找你的 OK 所以你要去證明啦 那證明的方法很多嘛 你要所以這年代就叫秀 所以我一直 建議年輕人一定要各種方式可以秀出來 所以現在年輕人很厲害 像YouTube一堆嘛 拍影片證明 可不可以啊 你把整個過程錄下來 放網路上嘛 對不對 我們也有YouTube 然後呢 另外呢 也可以秀作品嘛 或者放部落格嘛 FB嘛 等等的 反正各種 像我們之前寫App也是一樣 我說你可以把它發布出去 放到Play商店可以找得到嘛 所以你如果到Play商店 輸入了名字 也會找到我的App 對不對 絕對可以找到嘛 那如果輸入你的名字 或找不到的話 那表示你是 沒有作品的 有作品跟沒有作品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好像上一期課 那個我們有一個同學啊 那個 志明就 不錯 我一直鼓勵他 他很用功很認真 全部都已經做了 整理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完善 但是我跟他講說 你還缺一點 就是你沒有把它發佈出去 沒有把它放在Play 後來他真的就 把那個整理的結果 註冊一個帳號 把它發佈出去 然後那天我在教那個 App的課程的時候 然後我就輸入我的名字 真的除了找到我自己的 那個App之外 也找到他的App 因為他真的就把 我那個上課的 東西 整理成一個App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啦 假如說你要 去找那個 還蠻妙的 找那個 就是 那個同學做的 他就是把我上課 所有的筆記 還有結果 畫面等等 還把它引一連結 都把它包成一個App 然後把它上架 而且還 標註我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到那個Play商店裡面 找那個 什麼 我的名字 打吳老師好像找不到 應該是要找那個 我的全名 知道我的全名嗎 我忘了 有時候 我忘了 我知道 只知道吳老師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三個我的 因為這個都上課 Demo給學生看的 那這個 查高速工作室 每天都會用 因為我上高速工作室 我會先 可是 以前用的是 別加的 但別加很麻煩 點進去 點好幾次 才能看到我要的畫面 我覺得很麻煩 我就要那個畫面 你為什麼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樹查 叫樹查 就點下去 反正就看到就對了 其他不用秀了 就很快速 然後還有潮汐 因為我很喜歡去 夏天就會到海邊去 然後我希望漲潮 退潮的時候知道 可是我找不到App 所以我自己寫一個 那這個是做徐志摩的 不是也是上課啦 然後另外 同學講 就是那個 這個東西啦 有沒有這不是我寫的 他叫什麼 Maker CC 然後裡面